第34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22日在奧門大學舉行開幕式 今年有來自全國的31省、自治區、直轄市、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及廣澳台地區的35個代表隊伍 以及52個國家及地區的國際代表參賽 而本屆大賽總共收到2123項的國內參賽作品 中國科協書記懷俊鵬在支持時說 今次的大賽適逢澳門回歸20周年 可以看得出澳門20年來在科技發展不斷進步和完善 二十年來澳門科技基礎設施不斷完善 科技教育水平顯著提升 而近年來澳門在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澳門特別行政區社會文化司司長譚進榮在支持時表示 要在創新工程中取得重大的突破 就必須全面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和培養創新人才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以向重視科技人才的培養 推動科學技術的發展 促進科技創新 為拖展青少年的視野 配合落實約克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推出澳門青年灣區實習計劃 主持澳門青年到灣區進行考察 實習和交流 而在大賽期間將會舉辦一系列主題突出 和內容豐富的國內外青少年和輔導員的交流活動 為參賽的師生提供學習和交流平台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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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